刷的时候是轻还是很重 会决定你的毛的粗跟隙 那再来这个笔子 我不知道可以用黑的吗 还是怎么样 只有鼻孔可以用黑的 那个笔 那个体量有点怪怪 就是我就知道 它也是一样 像这个笔太大了 你说这个 不会 很小心 感觉毛太 就是要用咖啡的 都是要用咖啡的 但是这个笔孔也是用 老师现在用那个角落 就是你先通通用咖啡 你在开始做的时候 你全部都先用咖啡 然后当咖啡的去做完那个名案之后 整个名案你还会再看到更深的地方 那你再用很淡的买一次 那我们比较跨度窄一点的 那它那边好像有更暗 小吃一点 可是不是拿一个黑色的 老虎的银子是缠的还是银子 我用圆的 圆的 圆的哦 它是双眼皮 双眼皮的第二层轮廓 如果说我是画她没有化妆的小女孩 我就是也是用膚色 用膚色然后要洗开 然后顶多可能这边到最后的时候 我这个妹妹没有化妆 就像美国以前那种早期上面女孩子都好可爱 粉粉的 我就会用像我刚刚说这种淡粉 黄色 然后去这边加上一点红 就像她好像很自然的那种白里头疯的那样 只是用膚色 但是你这个眼睫毛很长 你的眼睫毛也是要用这样去刷开 不是一笔一笔去画 你看她眼睫毛算很长 你也是这样 哇 这个会很痛 那你这个一定要确保它是open 因为你那个 它能卖一下 它能卖一下 我这个有加那个另外一个面的 这个看起来就是像他们带那种假睫毛那样子 对啊 我不感慨就无论 就是很明显的 对 我就是要 我用帮的是小骨 对 这个看起来就是像他们带那种假睫毛那样子 可是也没有说就是有画 好像是有画隐移 希望有 黑黑 你知道现在是那个烟熏装 也是有 我知道 因为你这样画法是 比较有点像那个 寻常 寻常人物的那种 他们就会可能用黑色隐移 因为我是看照片觉得很黑啊 所以我就想说很黑 因为我怎么画都画不像 老师以前像我们看照片 你是去参考它的明暗的地方 可是我们不是按照它的颜色 对 因为它那个有打光或是 你看我们在拍照 我们都还可以去调那个明暗 调的更黑或更 那我知道 Alice 我知道要用什么笔 不要用错笔 然后颜色要分配一下 这样你的颜色才会都带有点黑黑的 那你如果要你可以把这个把它改 改成到做变成咖啡色的头发 你可以 然后你练习刷毛 先在这个 你的这个金色的头发上面去 然后到时候练习 好 我们把它改头发颜色 那你就可以刷深一点的毛 但我们叫老师等一下可以看 那个刷吗 那个刷队 因为现在要刷淡 已经 你之前颜色已经比我们的还深了 我们在刷淡也看不到 老虎有一个奶奶会缩载 我看你看似乎会出来 我想说上色的时候 在洗的时候 有没有像众洗的时候 再给它加强 为什么 而且我不晓得你的方向是 你都往上 我是习惯往下 比如说我这样子就弄完了 习惯就是往下这样刷 对啊 就是 往下就把它刷开了 刷开这样就好了 对啊 所以像那时候你画那个猫咪啊 也都是要用这个 用这种刷毛 刷毛 刷毛是那种 凹凸 凹凸要有变化 不要一条线这样 因为它是皮嘛 这个刷毛很重要 对 刷好了就好看 所以 有一些 有一些曲线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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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搭熬粉 就算了